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电舞段工作 广义的时候属于电工 但我们这个是比较高级的电工 干的工作是很庞杂 也有技术要求很高的 也有那些土司方的 就是应急队特种兵这种 2007年的冬天 我是17岁工作 那时候已经30岁 十几年了已经 小孩三岁都进入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那一年冬天我们又非常巧 放了很多架 家里玩游戏 玩电脑 然后老婆带着孩子去丈母娘家去住了 一切都灰蒙蒙的了 非常冷 你全说在家里 我们房子也挺大挺空 也没有人 我就在那里已经连续 守着电脑跟前好几天了 玩游戏 玩完游戏累了之后 看电影 看完游戏累了 绿网页 绿网页 然后就把自己掏空了 精疲力尽了 但是你就对 就那种 就万念俱灭那种感觉 因为你就回首 你这人生 就是一个泡泡什么都没有 就是你在你这个生活范围内 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 就是死掉了那种感觉 就像那个叫什么 储门事件那种假生活 或者说我们所有人都过着这种普通生活 这不是生活 这是像在监狱里一样 我在铁路宿舍长大 我们那小孩 百分之九之九都想 长大的梦想就想当一个铁路工人 我从来没想过 我觉得太可怕了 一直这样 然后他们上了这个班 虽然也抱怨 但是他们其实还过得挺好 但我一天都忍受不了的 所以说就想找一个逃出这种普通生活的方法 我那时候也是没事就在电脑上站了 那时候用那个Google Earth去看世界各地 我想找一个这样的无人的海滩 就是我脑海里的画面 就是蓝天白云 什么人都没有那种 我在里边就像洗涤心灵似的那种 我就想在中国找一个 就是沿着海岸线找找找找找 找到了这么一个 它是在热带 周围是没有人的 看起来很像 在Google Earth上看起来非常像的一个地方 在三亚寺的最南角 那个地方叫金姆角 是军事禁区 是给雷达站那里边 它就是没有建筑物 然后它周围没有路 全是后面是三岭和丛林 在卫星地团上看肯定是没有人的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 他给家里这些人缩通了工作 因为我妻子就认为我可能就出去就不回来了 就那种 然后我的家里人没说这么深 所有家里人都认为 我就发神经病 我那时候说要出去一个月 说你也不带老婆孩子 就是好像是觉得头脑不但正常了 之后送我这是我老婆和我丈母娘送我去车站 都抹着眼泪 就像我真的就送这个龟西似的 我先到了广州去买装备 然后飞到海南 飞到海南 去那个地方 发现也没有正常的车 然后去要坐公交车 坐到村子里 从镇上然后打摩敌打到那个军事禁区就进不去了 然后我要翻山 绕了一天 这样才走到 就是很远的地方 才绕到那个沙滩那边去 太阳快要落山了 终于听到海的声音 是一片很高的那种野草 能挡住视线的 然后往前终于看到那个蓝色的海 周围看起来没人 就是愿望达成 你知道美梦成真那种感觉 我不是请了一个月的假吗 结果我十七天可能就 反正十几天我就回去了 但是你要回去的那一天 那时候你就 你知道那种特别痛苦 就像你从监狱里逃出来 然后要被抓回去了那种感觉 那种太痛苦了 那个痛苦能把你之前的那些旅途中 那种美好的东西能全部撒掉 回去上班的话 所有人像我老婆家里人都认为 这家伙就是折腾完了 但是我觉得我整个人全变了 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那时候就开始每年就跑出去了 跑出去一个月两个月 带着家人就天南海北的到处跑 从10年到12年就不停的去找网上报道的 有什么隐居云南 什么在大理开客栈 在西藏什么 还有大别三里 什么隐居的人 我就去找那些人 发现两个事情 媒体上说的全是假的 他们过的 现在过的那个生活 根本就不是媒体上描述的那种 什么神仙隐居生活 他们又困在一个地方柴米油盐了 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我想要的生活那时候很确切了 我想要是每天都在不一样的地方 能碰到不一样的人 做不一样的事情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在10年12年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如何去能够 又能过我想要的生活 又能有收入 在12年的时候 我等于是一个破釜神州 或者说一种叫什么呢 我想想叫 一想天开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是看到国外的那个报道 用船旅行的 然后我查了一下 说费用很低 比其他都低 一带的一家人 然后资助都在船上 用风航行又不用烧油 当时我 说这些计划都满足了 然后我就想 这个事没人做 我做了 我假如能把它 做得有影响力 但是有网络平台 可能会有钱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挣钱 我们是卖房卖车 收到的总共就是40万 这个我也是算好的 然后我当时我计划的时候 我们 就不是计算的 一年要10万块钱 才能去行行下去 所以说我给自己留的是 我花30万是购置这些所有的东西 然后留下10万 至少要够一年的 这一年当中 我们去找到其他方法去收入 我都没见过帆船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也没法去学帆船 因为我问过在中国船和学费 我都承受不起 光学费一七几万块 我首先 我11年的6月份开始 有这个想法之后 我就开始自学航海和帆船 买了各种书籍 网上资料 就学了一年多 然后期间又跟着那个叫什么 跑了人家帆船基地去 测免费的 还有搭人家船 搭人香港船 主族船测免费的 这样体验了两次 但是没有机会让你自己驾死 经过三四年的国内旅行 翟峰的妻子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 自己的丈夫没有办法 再在这个小城市里 过朝九晚五的生活 她选择理解丈夫 航行世界的梦想 唯一的要求是 必须带上自己和女儿一起出发 翟峰本来也不希望 八岁的女儿 接受传统的应试教育 于是她在国外的论坛上 搜集了很多资料 决定买一艘自己的帆船 一家人一起去航海看世界 2012年底 翟峰发现在马来西亚 能买到比较便宜的二手帆船 于是先自己出发去买船 我去的这个马来西亚南卡威 算是一个集中地 你就可以想象加勒比海道上 一个海盗营地似的 长年的都有 成百上千的 这样欧美的家庭 用这个帆船去旅行的 生活的 然后这是一个中转站 你就可以想象加勒比海道 也有亿万富翁 也有穷的就剩一条船 去在世界生活 就是我等于进入这么一个世界 然后游艇馆的自然环境 基础设施也非常好 就是五星级酒店那种标准 然后我们买一条船 就可以在里面生活 超出我的想象 就像到了梦境里面一样 我在那买船还是挺曲折的 用了二十多天 选船什么风险很大 英语又差 不是太懂 便用手机翻译 便磕磕巴巴的 就是非常非常自材 老板是个英国人 但是他找了一个 马来西亚华裔女朋友 他会一些中文 这样去买的船 然后我就迫不及待的 回去去接老婆孩子 本来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前途未谱的那种生活 然后但是结果这么美丽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 把他们赶快带他们来 去看一看这个东西 翟峰买的这条船 是一艘非常现代化的帆船 船身长12米 排水量12吨 有6套GPS 有自动驾驶仪 有声纳雷达卫星报警 异应俱全 翟峰迫不及待的 把妻子和女儿 也接到了马来西亚 当时翟峰已经掌握了 非常充足的航行理论 但一直还没有实践过 第一只开船 然后我们先搬着船 搬着船我不会开船 就不停地去问周围的 游艇港里停的 各种各样的航海的人 各个国家的 不停地去问他们 然后我英语又差 有会很热心的人 跑到船上跟你讲 三五个小时 我可能就听懂三五个词 就那样缓慢地学 但是我们必须是在 签证是一个月 一个月我必须得学会 离开这个地方 否则我们就 我们那天买机票钱 没有了 印象之深 一个是第一次 我们把船能够 叫生毛 你知道吗 船停在那是一个毛 下在底下的 你要开船 要把毛提起来 我们要知道 怎么把毛拉上来 高港这个 我们搞了差不多有一天 然后整个游艇港的 差不多好几条船 老外都开着小艇 围着我们转 他们就觉得 一看我们完全不会开船 船在那边瞎转 过来有的帮助我们 有的担心 我们碰到他们 整个游艇港搅的 我们就像一条鲜鱼一样 把整个游艇港搅的 一片混乱 但是终于折腾了一下午 终于我们知道 怎么能把毛升起来 然后怎么把毛又再下下去 这是第一步 知道又有一个星期 然后熟练了之后 我们就要把船开出港口 这个画面也非常的 我觉得是我医生 假如能选取几个画面 也是必须在里边的 就是说港口 它是出港的时候 水道有几十米宽 然后我们那个船有十二米 架船是在船最尾 前面是长长的船头 十几米 然后你就看到 出了十几米的祸口 岩石的祸口 外面就是一望无际了 就那种去一个 完全未知 无比广大的一个地方了 然后你那个船头 又超超的 就像你的躯体 有十几米舱一样 那种感觉太棒了 就像架着一艘 就是星球大战上的 那种战舰一样 去到无限的鱼河 那种感觉 太美妙了 那种感觉 还水面很平静 就选择没风 然后就各种摆拍 我们几张标志性的照片 是那时候拍的 然后就去转一圈 我记得可能是 我们这样转了总共就两次 第一次是第二次的时候 就出乱子了 转完之后 我们想去隔壁的 另一个游艇港 进港的话 是要什么程序 你要用无线电 去呼叫它 当然肯定是全英文联络的 然后联系好博位 让它给你指定好博位 然后你到里边去停 但我们无线电 我们英语非常操畅 就没联络 我说这个样 我们说只是到里边 转一个圈 我们就出了 结果等我们进到它那个港池 我们发现和我们原来待的不一样 里边是很狭窄 就像停车场一样 停满的船 每艘船可能几百万 可能上去 我们在里边一个伞丝 就可能碰人一下 可能就把我们的小命都赔上了 你看就刚会驾驶 又不会拐弯 然后它那个所谓的保安 或者说管理人员 一看有一艘不知道的船 就进来了 然后在里边瞎转 就围着我们 在岸上追我们 后来用骑自自行车追我们 然后无限电航我们也没法到 然后我们就到处找路 慌不择路地想要退出来 就是很惊险 最后舌头终于跑出来了 就是对 12月初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出发去泰国 正常的水手就是一天就到 我们航行了三天是四天 那时候不会用翻 就是开着发动机 大海上空无一物 没有任何参照物 没有任何景观 就是太阳星星和月亮 升起来落下去 升起来落下去 你往任何看都是 地方都是一样的 十天一百天 时间和空间都失去了 就是我们在第一年当中 我们是第一次去到一个无人岛 特兴奋 当时是我在海图上发现 旁边一个小岛的形状 非常的奇怪 两个小岛连在一起 就像合起来的那个爱心似的 我们登陆那个岛那一天 就是我们自己的 我们在那浮浅 玩了一整天 那个岛前前后后 就像加勒比海道上那种场景一样 居然就实现了 而且那特别美 珊瑚礁也特别美 水下的石头 各种各样的鱼 你把船就停在那 你的家就在那里 无人打扰 就是你自己的 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当时不是我们 花了三四十万 就前半辈子的所有的东西吗 我就为了那一天也值了 就是说 就那种感觉 把在马来西亚买来的船 开到泰国 这是翟峰一家人的第一次远航 四天之后 他们终于咄咄咄咄的 把帆船开进了泰国海域 但是因为和海关沟通失误 他们一家人只拿到了14天有效期的泰国落地签 他们原本下一步的计划是由泰国向西航行去印度 但是考虑到自己还不具备远距离航行的能力 翟峰放弃了 那现在摆在翟峰一家人面前的问题是 他们手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有效签证 相当于是哪都不能逗留 这时候翟峰听说 如果从泰国走陆路去缅甸 可以获得一日落地签 他就打算开船短暂去趟缅甸 然后拿着缅甸海关盖国章的护照 回到泰国 再重新获得泰国的签证 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泰国再多休息一段时间了 趁着这个时间接着学习航海技术 准备印度之旅 带着这个打算 翟峰把船驶向了缅甸 去了缅甸 结果就处于那种东西 我们无路可去 就是压力非常大 结果呢 等我们到了缅甸 是进入缅甸边境的时候 我设定了一个停船的一个港湾 很好的一个避风港 等我们进到那个港湾的时候 是下午差不多四点钟 然后就发现呢 有几条船在里面 那时候就很恐惧 因为在海上的话 你知道啊 就是海上就和美国西部世界似的 是没有法律的 在公海啊 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进去那个港湾了 出的话 假如这种人家船要 他们有发动机要追我们 很快就能追上我们啊 所以说我们也不能掉头去跑那种啊 我就要看清那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我们就把船让他们停在那儿 我就跳下去游泳游过去 就是要单刀附会吧 就是给他一种 你很有勇气过来的 等我游靠近的时候就很大的臭味 超臭超臭的 那种臭味你闻过之后一辈子都忘不了 就是死死不难了多少天 那种臭味 但是很多船就并在一起 就像那种铁锁连舟似的 很多小朋友在上面跑来跑去 就是然后大人就在那儿做饭啊 或者洗衣服啊 然后看到我 他们看到我的眼神就都躲避你的眼神 你知道就像那种很偏僻的三春的那种人 看到人就害怕那种躲避羞涩那种 然后这样我就觉得 这不是那种坏人啊 就是他们是那种偏僻的人啊 然后我靠过去给他们打了招呼啊 看到他们就是正常生活的 结果他们就是晚上到那 几次条船就靠在那里 大家就晚上吃饭 周晚回头 然后白天各自出去去 补自己的鱼生活就那种 因为当时正好刚上映了个纪录片 是我记得是《国家地理》 它记录那个缅甸的有个丹劳群岛 丹劳群岛有杀龙人 他们是海上游路部民族 他们在海上生活了几百年了 生老病死全在海上 可能这个人啊 一辈子都没上过陆地 他们是当初是什么 被这个陆地上民族给驱赶到海上的 他们到陆地上会杀死他们 结果后来就随着我好好了解 东南亚有很多这种族群 我们也见到了很多这种族群 他们就住在小船 他们那种船而且就很简陋 它们很窄 有不到两米宽 但是长的话有十多米长 就这么细细的 你像有个大独木舟似的 我们回到船上给他们说了之后 然后这时候就有过来的进港的 他们这种小船 然后我们就喊他们 喊他们他们就靠过来 很声色的就是怯声声的 结果他们一家人是有 我看有三个小孩 夫妻两个 还有一个老太太 就这么狭窄的一个空间 那个小棚子船舱里面 你在直不起腰那种 里面就是一张桌子 我看到了 就是那种矮矮的小擦机那种 然后就是凉席 就是说有家当 然后有一些过碗瓢盆 然后我给我妻子的女儿 我说把我们用不到的 小孩的旧衣服什么给他们 结果他们很高兴 然后他们就比划要东西 说要东西说 我要什么 这个我们听明白 是要糖和盐 然后我们就把船上 我们储存挺多的 都是层罐的糖和盐 就给他们一些 看他们走了就 你知道那什么心态吧 那个心态就 我们像国王一样富有 我们那种船上我们和他比 对吧 我们那船上的装备物资 能把他们这几百个人的生活 全部养起来 但是我们在我们没有见到他们之前 我们认为我们是流民 我们把所有的家产卖掉了 我们只剩一条船了 我们过了今天没明天了 我们只有五万块钱了 明白吗 告别沙龙人之后 翟峰一家人到达了缅甸的入境港口 这里的国境线是一条河 一边是泰国 另一边就是缅甸 翟峰挺妥的帆船 带着老爸孩子来到海关办公室 在这里 他们一家人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凶险时刻 他们因为涉嫌非法入境 被缅甸国安系统的人控制了 因为节目时长的限制 翟峰和缅甸海关斡旋的故事 以及这一家人之后的冒险旅程 我们会在下一期播出 敬请期待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四处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主播爱哲 本期节目由刘豆制作 声音设计彭寒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